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电影界人们的虚荣心是很容易膨胀的 但是他始终是比较脚踏实地 很接地气的这样一位导演 然后他也说到他很感谢他的妻子 就像他说像一个照妖镜一样 如果他一旦自我膨胀了 他的妻子就会把他摁下去 所以他觉得这个镜子还是很重要 以人为敬 好 谢谢 我觉得因为Ghana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的舞台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 能够在这里展现他们的才华 然后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 也是如此吸引着全球的 这种创意和产业方面的人士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今天也跟李安导演在谈到 对中国市场发展的一些展望 那他就希望这样的一个 大家的热情不要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热度 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可持续的产业 慢慢地能够成长起来 而不是一时的繁荣 所以我还是对中国的电影挺有期待和希望的 但是我主要是做电视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来报导电视 我会很支持吧 谢谢 好